《科学》 科学其实很大一部分 不是去教那些对科学上比较有天分的人 还有另一部分就是让一些对科学不了解的人 去了解科学 认识科学并且喜欢上科学 我叫安坤 是一名物理老师 我大学毕业于美国的北佐治亚大学 然后去阿拉斯加大学读了空间物理博士 在工作的时候 我又读了一个教育学的硕士 和一个教育管理学的硕士 现在是耀华湖北校区的教学主任 我现在主要是负责校区物理课的教授 还有一门我们的校本课程叫Future Lab 未来实验室 还有老师的教学质量的把控 是未来实验室这门课程 开设之处实际上是要教授Scientific Art 就是科学艺术 未来的艺术家不光要会画画 未来的艺术家要有更深度的 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理解 这种虚拟环境的一个眼镜 然后可以让学生 有创作3D化的这样的机会 然后也让我们艺术学生 领略到我们现在世界的科技的最新的发展 在我的课堂上面 我也不再只是简单的教授 物理的公式的推导 药中药华机构和其他学校或者是机构 最大的区别对我来讲就是社区的构建 老师和学生的社区 老师之间的社区 学生之间的社区 老师和家长之间的社区 然后我们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它会特别关注老师的成长 你不去学习的时候就不知道 其他的同学在学习时候 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挫折 就更加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 更应该是一个终身的学习者 加入药华这几年改变了我对教育学的看法 教学本来不应该这么枯燥的 就是教育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是一个dynamic 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药中药华最大的教学理念 就是强调师生的互动 然后让学生在这种互动中得到成长 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所以我现在除了教学之间 增加了跟学生的互动 而且我现在更关注学生个人的发展 有一个学生在他毕业的时候 给我买了一束花 他觉得他在我的课上面 学到了不是仅仅是知识方面的东西 他觉得他的思维的深度增加了 我认为科学教育不是简简单单的 让学生掌握一些人类已经发现的 已有的科学知识 而更多的是改变他们对这个世界 看待的一些角度 然后怎么把我的理解 用我的艺术作品表达出来 科学教育还要促进学生 对科学素养的提高 以及对科学的敬畏感 培养学生公民意识 让学生可以成为有的人感 有担当的公民 推进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